11月1日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三大运营商 5G商用套餐正式上线 对于5G商用 你有哪些困惑 记者走进2019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 请业内人士为你答疑解惑 据介绍 5G具有大带宽 低时延 广连接三大特点 体验5G服务 用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快 那么随着网速提升 流量消耗的速度是否也会随之加快呢 消耗速度会变快 因为它的一个速率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你在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首歌已经下完了 就是你按键的速度有可能都比网速要慢 就是公众会不知不觉的就把流量就用掉了 那我可能以前看一个电影 可能一个G的 那我可能以后看一个VR的片子 可能就一个G了 那这个VR的片子可能就只有10分钟或者20分钟 那可能以前平均一天消耗一个G 那我可能以后一天消耗两个G 三个G 五个G都可能 那5G套餐上线之后呢 它会有一些这种流量的 原来可能你可能10个G的 那可能现在换了30G 原来50个G的可能可以升到100个G 随着5G套餐面试 民众无需换卡换号 只需更换一部5G手机即可体验5G服务 目前有哪些品牌推出了5G手机 未来它的发展趋势又会如何 华为啊 中兴啊 还有那个OPPO 微博 还有小米啊 这些我们国产品牌 那国外的品牌 包括这种三星啊 都会有这种最应的5G手机 支持厂家会越来越多啊 我相信5G手机会是一个趋势 因为以后会在这个5G的网络的这个平台上 会开发出更多的一个应用 在这个应用上 如果没有这些5G手机 还有一些流量 还有甚至于我们的网络做支撑的话 这些应用都是达不到相应的一个效果的 目前公布的首批5G商用城市 包括北京 天津 上海等 对于其他城市的民众而言 5G何时能来到自己身边 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移动截止当前这个时间节点 已经完成了4万个5G基站的验收 然后覆盖了全国300个左右的城市 截止今年年底应该是会完成6万个左右基站的建设 未来我们的5G基站会是一个旋律渐进的建设过程 可能是一些大的城市会稍微的快一些 但是其他的城市也会陆续的跟上 此外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 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5G是否会对民众熟知的宽带产生影响 对此 业内人士回应 5G网络属于移动端网络 不会替换光纤宽带 但会促进宽带服务变得更加完善 5G商用的意义在于融合而非替代 未来它将赋能更多行业 从方方面面改变人们的生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鲜除不满城 舍偉人 大洛范围不断 优优独播剧场 youtube.com